歡迎收看板田戰法 來 注意聽喔 今天又進入了調整持股 那麼今天開始 我們又要開始布局一檔新的股票 我都會拿出證據告訴你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每一次的高低點的轉折 我都講得非常清楚 什麼時候你該做買進 什麼該做調整 現在盤勢是怎麼樣 我想我都講得清清楚楚 這次台北股市 我上次在這個 艾略特的普通理論當中跟大家報告 就說目前來講 台股市在進行 A波空方修正之後的 B波反南行情 未來還有一個C波阻跌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它是講究是個股表現 來回區間震盪 11月12號告知大家說 接下來盤勢進入盤整 在8217到8607這上下陣 跌破季線 買點再現 各位在這段時間喔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先來看 11月12號在什麼地方 大盤11月12號 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 來 11月12號在這個地方 當時指數最高是8647 最低是8374 收市收到8428 11月12號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開始進入盤整 各股表現 跌破季線 買點再現 我先把季線給你看喔 這個叫做季線 總共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各位在過去這段時間 總共有五次跌破季線 如果你每一次跌破季線 都敢站在買方 你閉幾眼睛 都是成為最大的贏家 那我也跟你講 短線它不會突破 所謂的8607 就是在這個區間盤整 各位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我講的每一件事情 有沒有驗證發生 好接下來喔 台北股市明後天 縱使漲上去 還會再拉回來 那我講過很清楚 你要開始調整持股 然後你要跟著我做 新股的選股換股布局 就在今天是禮拜二 那明天後天這兩天 我們一定完成動作 然後呢 我們會在節目上 在媒體上 在資訊上 在電視上 公開再跟你驗證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長 昨天不是大跌嗎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長 最主要的原因 在統計學當中 八大關股行庫 昨天大買 昨天買了30.6億 你會發覺說 這一波大家都了解 它是一個政治行情 反正既然是區間震盪 政府也跟你講說 每一次碰到非理性的時候 大跌你就要 國安基金就會進場 大家就變一個政治行情 有低有人敢買 高就有人賣 來 這一波整個國安基金 在進場的過程 是參考的一個指標 但是各位請注意 大漲的時候它在賣方 大跌的時候它在買方 大漲的時候它在賣方 大跌它在買方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個 所謂區間震盪的格局 它就形成所謂一個區間震盪格局 那我想原則上非常清楚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個股的表現 那希望各位呢 把握這個機會 來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做一個布局動作 我常跟大家講 人腦勝過電腦 我每次都跟你講這個話 我說人腦永遠是最領先的 我說這一波 如果你跟著我們做股票 我們股票三步驟 第一個 我們一定帶著我們的會員 提前就布局卡位 在所有媒體資訊沒有公開之前 我們一定帶著各位 所謂的提前卡位 那第二個我們強調過 這個盤因為它是一個區間震盪 它是一個區間震盪的盤 因此在低檔卡位的股票 只要來到高檔壓力 我們就選擇站在賣方 那我們會來回區間操作 記住我跟你講的話 人腦勝電腦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們來公開給大家驗證看一看 記不記得前兩天 我帶大家布局一檔股票 在這地方我說 大盤量能不足 切勿追買 採定價承接的方式 然後這家公司SSD的價格 跌到甜蜜點 會刺激雲端 終端的需求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那麼打入了COCO的供應鏈 技術面底部反轉 前三季EPS達到6.3 全年EPS可以目標拼8塊 全體會員在這個地方佈局 有沒有 10點14分 10點14分 我們為什麼要講這麼清楚 我們要把這些證據給你看 10點16分還有這個價位 還有到這個價位 38塊多 38塊多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買 買在別人不知道的地方 賣 賣在利多出來的時候 各位 這是我當時買它的理由 我講過很清楚 我跟您報告說 前三季已經賺6塊3 目前30多塊 我帶你公開的做介入的動作 我帶你公開的做佈局的動作 這是當時的技術面 我說它底部剛剛起漲 有沒有 有沒有 36塊多 底部剛剛起漲 我買的時候35塊多 最低買他35塊多 他那時候36塊多 我跟你介紹 然後我說 你再從月線上看 這是一個底部起漲的股票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好 注意看喔 好注意看喔 這是今天 來 注意看喔 這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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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時間好了 不要看股票 9點03分 9點03分 來 9點03分 資金獲利退出 資金獲利退出 這兩天我們將針對一檔新股做佈局動作 注意喔 9點03分喔 前幾天在35塊多對不對 35塊多 36塊這附近 來 9點03分 退出喔 9點03分 9點20分 還有43.5元 還有43.5元 前兩天還在35塊9喔 今天43.5樓 全部獲利退出喔 來 看一下 將資金全數獲利退出 這兩天針對另外一檔新股做佈局動作 我想這個地方隨時準備好 一旦該股多方轉折出現 就會通知大家佈局 好 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當中 這個階段當中做的第六檔股票 各位我們接下來要做第七檔股票 我們每一次都規規矩 但是我跟你保證 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講去買這股票 過去我們在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們在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們在最原始的時候跟大家講 各位當你看到這消息 大家在傳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消息 全年每股拼8塊 前三季賺6塊3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打進Google供應鏈出貨大增 那前兩天的時候 我在這個地方 你看喔 前兩天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 這個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打入Google的供應鏈 股價技術面底部反轉 38塊多 38塊多 今天呢 各位看一下 9.03分 獲利賣出 全數獲利退出 9.03分之後 43.5 43.5 前兩天的時候 38塊 今天43 報紙出來 你知道這資訊 它從38.5到43 一定有人跟你講 這股票一定要買一定要報 各位我想你也可能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股票 但是我想你也猜不出來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也公開的跟你講 我們做股票 還有 今天還有報紙還有消息 來喔 來看喔 第一論止跌 山雄這個出運 然後呢 非憑意願搶大心機 帶這個行動記憶體出貨 法人看多 南亞科華邦店華亞科 法人開始看多了 兩天前 我帶你買的時候 38塊多 今天 43塊5 在這附近 我把它全數獲利出脫 我講過為什麼要獲利出脫 因為我們找到了另外一檔 更好更好的股票 各位我從過去以來 我說過人腦戰勝電腦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把每一件事情 當時買進的理由是什麼 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說台北股市這一波 我一直跟各位講 它是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的格局 哪怕今天大漲 我也告訴你 明後天再談上去 還是待會做拉回 因為目前為止 趨勢格局沒有任何改變 因為我們在統計學 看得到非常清楚 昨天今天大漲 是因為觀股昨天大買 但是觀股在高點就賣 低點就買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 政治的區間震盪行情 但是我們講過了 操作上一定要提前卡位 兩天前我公開的送這張資料 當時我跟各位講說 這是一個底部起漲的股票 公開的來送給你 這裡沒有談到什麼 來看看報紙上有沒有 後來公布出來 有沒有大陸的這個 系統廠商擴大採購 這個擴大採購 然後打進了Google供應鏈 當時我在35塊多買完 隔天36塊8 跟你做推薦介紹 公開的把這資料送給你 證據在這 證據在這 然後呢 時間分鐘秒數給你看 當時買在這 然後呢 這地方告訴你說 我買進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它賺6塊3 今年全年要賺8塊 那我說過了這個階段當中 它是一個所謂的低檔 剛剛起漲的股票 那全市場沒有人知道這資訊 我先告訴你 我先帶著會員做布局買進動作 我說我們操作股票的三步驟 一定帶會員怎麼樣 第一個底部進場 第二個 你會發覺媒體 電視 廣播 然後頻道 它會開始陸續公布這些資訊的時候 就會有人跳進去買 自然就會有人跳進去買 9.03分 將資金獲利推出 這兩天針對另外一檔新股 做布局買進的動作 各位請隨時做好準備 一旦該股多方轉折 買點在線 通知大家布局 9.03分 9.03分在什麼地方 9.03分在這 9.20分在這 你看我們怎麼 跟各位怎麼講的 有沒有 資金退出 來 最高43塊5毛 各位 但重點是 前兩天我在送給你這資料的時候 38塊5毛 38塊5毛 今天43 385到43多少 385到395 405 415 425 435 這兩天漲了5塊錢 兩天就漲了5塊錢 各位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都是公開跟你講 我都跟你講說 當時為什麼去買這檔股票 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如此 而且我還跟各位講說 現在這些我跟你講的資訊 你會發覺看到後面的報紙 都開始陸續公佈 來我們來對一下 有沒有看到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有沒有看到 打進Google供應鏈 有沒有打進Google供應鏈 我沒有說謊吧 當你看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請問各位 您再去買的時候 價位在哪裡 今天還告訴你 低論止跌 三雄出運 然後呢 非憑獎鏡推行機 帶動行動記憶體出貨望 法人看多 南亞科 華邦 華亞科 各位你去看 我跟你講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不用吹牛 我們就是把幾天前 為什麼買進 當時價位在哪裡 拿出來 我常跟各位講人腦勝電腦 我會不斷的舉這個例子給你看 記住喔 這兩天我們要買股票囉 再一次的誠職邀請你喔 今天節目全面開放喔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套句老話 不怕你不來 就怕你不敢來驗證 十六塊多的時候 我講這檔股票 叫做5309的系統店 昨天創新高 當時呢 在這個地方第三季的財報 賺3.88元 當時我公開驗證 跟你說買在這個地方 十六塊多 十七塊多 後來呢 告訴你財報進入 財報大幅的提升 然後告訴你所有的基本面 各位 二十塊以上 我從來沒有叫你追過 這個字白紙黑字寫在這 來 各位看一下 今天是二十塊五毛五 當時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介紹的 現在在這個地方 好的股票 有基本面股票 是不是一直緊緊漲 可是高 我不會叫你追 可是在市場上 沒有人講的時候 我會帶你買 各位你知道我今天早上 接到我一個客戶打電話 跟我講什麼嗎 他說顧老師 哇 我這次跟你操作 才感覺到專業的重要性 他說其實喔 我發覺你買的股票 你都是講在市場的第一個 底部起漲的時候 怎麼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一窩蜂都在講你的股票 我說我講的非常清楚 我帶有會員操作的觀念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行情是一個區間震盪 我一定在股票利多沒有公佈之前 我一定會提前的告訴你喔 先去布局買進 然後接著呢 不管是媒體 不管是廣播 不管是報章雜誌 不管是新聞 不管是電視 他陸續一定會釋放這些利多消息 可是當市場上的人 接到這利多消息的時候 他可能再去做買進動作的時候 他就變吃虧了一大段 我再舉個例 這是我在75.675.9買進的一檔股票 叫做5490的同亨 過去我在這邊買進75.675.9 我當時跟你講 他跟去年同期比 成長200% 第三季 我當時跟你講 就產業來講 這檔股票是在第三方支付 有沒有 他擔任到讀卡機跟電子金融 終端設備需求大增的角色 我當時跟你講 他77塊是底部 有沒有 75塊多帶你買 我當時跟你講 焦點題材全部在這 在83.2到83.5 我誠實的講 全部獲利賣出 開始轉向了昨天的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兩天漲了5塊錢 但是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 今天的同亨是不是到了89塊多 88塊多 有沒有股價再創新高 你看我跟你介紹的每一檔股票 我都是在原始的起檔點 公開跟你介紹 這檔我們在低點買 利多消息出來我們出 那檔我們在低點買 利多消息出來出 是不是每一檔股票都這樣跟講 各位再看一下 當時77 今天最高88塊89塊4 當77在哪裡 77的時候在這 77在這 現在在這 跟你不要說你沒看到 6180的橘子 看一下 今天橘子快拉到漲停 大漲了多少 2塊8毛5 當時有沒有公開跟你講 來回做3趟 基本面有沒有公開跟你講 底部7檔 到了48塊48塊3 有沒有公開跟你講 那是第三趟我獲利賣出 接下來有沒有再做動作 等低檔再帶你買進 有沒有公開跟你講 我講我每做1檔股票 我從來不遮掩 我說過我們即將進入第7檔股票 各位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這兩天我們一定帶你在底部提前布局 套句老話 不怕你不來 就怕你不敢來 記住我講的話 這兩天我們要新股布局 同時我再次強調 只要每次指數來到8500 8600我會建議你調整持股 因為這地方趨勢還沒有改變 會上下陣 想要把握機會的人 再重複的強調一遍 真的不怕你不來 就怕你不敢來 這兩天我們要提前布局新股 記住我們講的三個步驟 提前布局 媒體的利多釋放 然後釋放出來股價大漲 再進而做獲利賣出 再轉向提前布局 媒體的力量釋放大漲 然後再轉向獲利賣出 再做提前布局的動作 今天再次的給大家公開驗證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全面開放 想要把握賺錢的人 想要提前布局的人 趕快跟我們聯絡 把握賺錢的先機 實驗關係我們進一段廣告 下個階段回到現場 我們再聊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 雙震照 其股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角 1155 257角 1155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請問 請問 選擇由網絡 鵝排氣密床 現在中途無人減啦 我用我的大黃風帶你來當 變成金剛 好… 好是啦 只要喝酒開車出事 風險公司在背後收海鶏後 還會照四則託你背景 而且無法的又計劃一條 還有大黃風呢 都把我坐上門上去啦 喝酒開車最危險 海人海技無保險 歡迎再度回到板田戰法的現場 萬物之根本一定是在人 所有的東西都是人發明的 所有的東西都在於正本清源都在人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講 每一次來參加我投資獎座的人 我都會奉勸他們一句話 幾乎聽完我投資獎座 只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一個就是奉勸大家不要玩股票 我常常講 如果你不去認真地做操作的動作 你不可能成為贏家 16年來看到一個永遠不變的答案 會輸錢的人一定是持股亂七八糟 追高殺低 贏小輸大 然後呢不認真 然後基本面不是熟悉 財報產業題材沒有那麼專業 那個百分之百輸 各位我常常在想說 我不管做任何事 我一定提前的告訴你 我說這兩天 我們要開始布局檔 新的底部產業起漲的股票 再一次讓各位公開驗證 行情不會因為今天大漲 昨天大跌 我就改來改去 過去昨天大跌 我曾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12月行情平均過去七年 全部都漲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過去七年平均漲幅是268點 這三年平均漲幅大概在168點 但是提醒各位 如果我們根據過去統計學告訴你 這行情還會來回正 所以短線來到高點 又提醒大家 再一次的 你要開始做調整持股的動作 那這兩天 我們所看到的統計學 外資偏向大賣 政府偏向高買低賣 那帶動了國內的一個動作 那期貨的空單 快速的回 多單快速回補 他說告訴你這個答案是不變的 這個盤會繼續的整理 好 那繼續整理 這個盤到底繼續整理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想我用事實證明 在兩天前 這檔 應該講昨天前吧 這檔股票在 所謂的35.8到38.5到38.9 這個地方 我公開跟大家講 做一個買進動作 事實上你可以看 我這檔股票公開介紹是36.8 我公開跟你講底部奇漲股 然後呢 有沒有 最後一波買在這個地方 最後一波買 我連買三次 最後一波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各位看到沒有 38塊多 好 價位有來喔 都給你公開驗證喔 當時講買的理由 是不是賺6.3 30多塊股票 告訴你公開來驗證 來索取這份珍貴資料 今天9.03分 獲利賣出 9.03分之後 在哪裡 42塊5毛 這個附近 我們說今天在這個平盤以上 那麼自行獲利賣出 我沒有說任何謊 43塊5毛 最高43塊5毛 各位你去看喔 前兩天到今天 38到39 39到40 40到41 41到42 42到43 差了5塊錢 兩天就差5塊錢 當時我跟你講的東西 有沒有在報紙出現 導播照近一點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大陸系統擴大採購 打入coogle供應鏈 打入coogle供應鏈 有沒有公開的跟你講 今天報紙又出現另外一個說法 低潤價止跌 三窮出運 請問各位 你知道這兩天買 還是前兩天第一天買 這個就可以告訴你說 為什麼人腦勝過電腦 我一直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東西 不管這個天地萬物之間的 東西製造 都是人出來的 所以人 永遠在本位的第一位 5309的系統電 今天持續創新高 有沒有 今天持續創新高 我過去介紹你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今天持續創新高 當時跟你講這個低檔 有沒有 有沒有跟你講 買進價位 證據 後來報紙是不是出來 衝到20塊以上 20塊以上 我說不用追囉 我們已經獲利賣出囉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就開始換喔 來 5490的同痕 75塊6 75塊9 財報 產業分析 讀卡機 電子機農終端設備 股價底部起漲 當時77塊 告訴你基本面 各位 當大家都跟你講 這基本面的時候 最高已經來到89塊4 前幾天還在70多塊喔 我有沒有公開跟你講 同痕 83.2 全數獲利出脫 底部起漲 我們不設任何 不預設任何立場 我們也堅決不說謊 我們買什麼股票 出什麼股票 我們都講清楚 橘子 6180橘子 今天大漲 當時在低檔連續做三趟 48塊到48塊3 我說過了 這以上我沒有再介紹過了 康書 22塊5 告訴你我跟你做股票不一樣 第一個選有題材的股票 第二個選有激起起漲的股票 然後技術面呢 剛剛開始起漲 有沒有 基本面呢 給你看 高值利率股 以當時22塊股價高值利率股 告訴你多頭反轉 11月16號的這一天22塊6 還送給你 接著 中壘 創新高 再創新高 各位明天 我們後天 明天我們開始要買股票 那不預設任何的立場 在這區間選股不選市 那做好持股的調整 因為大盤還會來回政府 想要賺錢 想要提錢卡位 今天全面開放 希望你打電話進來 把賺錢資訊帶回去 祝福你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期股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期股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257角-1155 überzeugt 是 笑望 露雨聲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 鋼灰好麥啊 懷念的鋼灰 粗粿就沒了 趕快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鋼灰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土十五片CD 兩片DVD 總共二百五十一首 一千二百八十塊 金卡電話 空北空空 二五七 二五八